本節目內容 只反映主持人 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意見 敬請留言 八馬在線的留言板 每晚都會爆燈 是嗎 很多觀眾發表這個觀感 為何好像只有半小時這麼少 沒有甚麼 為何不加時一小時 不行的 這個加時一小時 就是一個星期一次 現在晚上半小時都知道了 如果燒烤不夠後 早點睡, 明晚會擔定椅子再睡 我又不是這麼想 財子我也對 我認為應該是一個小時 但不要這麼晚, 早一點 有一位個案子說 劉天寺就像斑馬 說我陶傑就像一隻豹 不是吧? 你貴哥哥為何說我像一隻豹 不知道是哪一種豹 黑豹, 黑豹 不是 黑豹, 殺傷力很強 不是… 絕對不, 你像斑馬公 是嗎? 像斑馬公 好 永遠跑在斑馬臨後面 追, 追, 這樣追 聞到一股脫 沒錯 最壞我們的斑馬在線 沒有女主持 是嗎? 第二次找的… 找一隻斑馬馬, 還是坐在這裡 因為摩影蟲蟲 是嗎 香港簡直是一個摩道 是嗎 例如民間有很多屋村式摩 是 中環辦公室一定有高層淫摩 是 沒多久之前在天橋底隧道 就有一個景摩 是 連占時光片集也有一個羅渣摩 這個摩是一個挺深的字眼 我們看金融先生的武俠小說 這個摩也可以開一課慢慢說 這個摩其實分兩種 是 一種是心窩 心裡頭的摩 是 一種是身體的摩 是 本身身體已經轉了不是人 是鬼 或者是東方不敗 其實新派的武俠小說 包括金融先生為何這麼好看 除了多了愛情之外 還對這個人的性格、心理的描寫 比起以前的舊小說豐富了很多 沒錯 一個壞人是否真的壞到出執 一個好人有沒有陰暗面 所以金融先生的一位好朋友 有梁宇生他寫過一首對於新派武俠小說 一個挺有尖前啟後的一個卷首詞 他裡面就這麼說 一劍西來,千岩拱裂,摩影中環 問明鏡飛台,陪提飛樹 景有心起,可得分明 是摩非摩,飛摩是摩 要待江湖後世平 是的 他點名了一個摩字 是武俠小說 值得研究的一個心理的深層題材 究竟什麼叫摩呢 你還沒念完的 我記得還有一個 這個英雄和兒女之間有很多心窩 你可以說,香港人其實也有很多心窩 有幾種心窩 第一,叫炒股 是嗎 第二,叫賭碼 第三,叫賭卡 賭卡就是消費購物 你想想每年,每個月 你看報紙有多少財務公司 楼里、借債的廣告 都是走商場,看到名牌 每件都想買,越貴越想買 袋子裡有一張信用卡 有些女人有一張附屬卡 這張卡在袋子裡就變成心窩了 不斷滾,不斷滾 到最後就弄得燒炭、跳樓也不行了 你看看,這個… 不要以為你不是魔 人人也是魔 這個心窩和這個新窩 其實在武俠小說裡 還有一個比較深的意思 就是它已經再不是人了 超過了人的本性 超過人的本性也未必一定是魔 可能是禽獸,可能是老虎獅子 可能是凶惡 但是魔已經入了鬼 那… 師傅 是鬼,一隻鬼是鬼 你認為金融小說裡 誰是第一魔頭 第一魔頭有很多人 寫得活形活影的 我認為有一個叫金墓獅王 《倚天屠龍記》裡的謝遜 他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大惡人 又不是十話不赦的人 但是他有個心窩 他的身體… 隨著那個魔 變形 變形 這個跟英國的名小說 叫做變形合魔 那個魔絕對一樣 是… 相由心生 這個很多人都做過謝遜 是 香港以謝堅為第一個 是,其實跟著謝遜了很多 很優秀,出雷拔碎的造型 不如我們現在欣賞這個大陸版金黃絲王 好 是不是要生… 這場戲,你看到嗎 這個就是欣素素 和她的丈夫 張翠珊 張翠珊 沒錯 說是生兒子 就是張無忌的父母 那個老伯伯 對 這個來了,你看看樣子 金黃絲王出現 真的有幾分像石劍 是的 那時候已經瞎了 就想起這一場… 成坤 滅門 這個慘劇 你看看她的眼神、牙齒、頭髮 是不是比琴獸、比惡獸更加兇獄 這些拍得很有氣氛 是的 藍色的光 用一個背部的燈光 就拍出了一個展影 你看看這個 眼睛是不是… 不用看空神惡神 看到反白而已,已經害怕了 是的 真的,這場戲拍得相當好 金融小說裡的金毛絲王 是一個非常激的 是一個很極端的角色 是吧 從心理學來看,也有很多層次 是 這個呢,武俠裡有一隻為何會食魔 走火就會入魔 連練功,由於那些氣在經脈上 你不跟著那隻時間表同路線圖 是嗎 四圍禁擠 於是,屬於造合不成就反而食魔 是,這個現代的人來說 就是所謂欲蓄之不達 是 是,那為何你這麼欣賞他呢 借信有一個好處 就是本來是一個好人 是 他受盡壓迫 受盡委屈 亦受盡別人誤會 這個就是現代世界很多人 他變魔之前都是這樣 充滿激憤 充滿激憤 很多呢 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他 你財子也有同感吧 我看你… 第一個,我不是財子 你… 第二,我沒有這樣的經歷 我看你財子也有些心魔 心魔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心裡都有段貝山 那段貝山可以是魔 我看你一手好文字裡面 不是… 很多孤分 不是… 真的孤分就… 你好像你所說 一個人承魔之前 覺得全世界都對他不準 沒錯 為何升職就升他,不升我 沒錯 為何我這麼好東西 這麼長遠的資料 被老闆寫花了 為何我做得這麼好 評價仍然這麼低 這些就會有心魔 沒錯 斑馬在線 一定不會讓你自觀有心魔 不會 他廣告商捧場 豬三角很多擁躉 不要緊 不知道… 怎樣去排解這個心魔 搞得像謝信一樣要殺人 搞得要強姦 我聽說 心魔只能夠一條橋 就是道家哲學 道家哲學就放下自在 這件事甚麼都不放在心裡頭 別吵著,別頂著中氣 甚麼都能夠看開一點 德與失,相差不是很大 但是這個道理 說出來就容易 有多少個人真的做得到 那就要修煉 是嗎? 最怕你修煉,修煉五成就變成葵花寶典 越來越谷 變成魔上魔 那個就叫東方不敗 對… 我也見過這種人 這個不僅是魔城 簡直是邪 邪魔…是邪先魔後人 我看見的樣子可能有感染 不是吧 小心… 好,報告回來 我們斑馬再戰,共同再欣賞 我自己覺得我最喜歡的就是… 潤潤 其實我的先生就是比較木植 是嗎?不會去滾 是嗎? 子冠,武俠小說 裡面這個魔字就是充滿爭議 正所謂時魔飛魔 非摩是摩, 要待江湖後世平 如果摩這件事 如果沒有爭議, 就不會有武俠小說 也有說很多人物 練功練到走火入摩 就是是合是摩 有時候只差一線 我記得以前很久很久 之前六十年代 國語片有一位大俠, 叫做黃羽 他不但在銀幕上很打得 走到銀幕上, 也很有合意精神 在街邊, 酒吧、餐廳, 露見不平 隨時拔刀相撞 我還… 日日娛樂版頭版新聞 那又不是日日 我跟他做過製片 以前我跟他做製片 他不罵我們製片劇舞的 他專門罵導演而已 是嗎 有事他不… 夠膽 拍過一部電影, 你看過嗎 獨臂刀 後來還有一部電影 更不厲害, 叫獨臂刀大戰盲盒 那一部我記得 請了聖身太郎在日本找來做 是, 鶴製片來的 不過我不明白 為何獨臂刀可以大戰盲盒 不過後來我記得不分勝負 是, 沒錯 說起黃羽, 他現在就不在香港 不過斑馬在線 我們今晚斑到 虎父無犬女, 黃羽的千金 黃興平小姐 跟我們談談武俠當戶 你們一下 絕靚… 你好, 兩位好… 歡迎… 鄧先生, 你好 謝謝… 各位觀眾好 是 Linda 是 你爸爸黃羽做武俠片的時候 你還記得嗎 記得, 那次我很小 因為那時候爸爸媽媽來了婚 我很記得我以前在幼稚園的時候 爸爸可能晚上見不到我們 很久也見不到, 因為他經常拍戲 他會特地在五間小優的時候來找我們 穿著戲服, 全身都是血 是的 要抱著我們親吻 我當時很小就覺得很尷尬 不要抱… 我很記得這些東西 是的, 武俠小說裡面 你爸爸好像沒有拍過金融的作品 好像沒有 但他的角色全部都是中國的合適 是, 寫身取義 是 抱不平 是 打奸人 是 英雄 只有他的遺傳, 黃興平 你也有這份合器的基因 有沒有 又這麼高大, 又這麼美貌 謝謝… 而且你做武俠小說的女主角 一定很適合 金融托我問你 如果這麼多小說的女主角 任你選擇 你第一選擇是要做哪個角色 金融先生的小說很喜歡看 從小看到現在都會不停重看 我自己覺得我最喜歡的就是黃蓉 為什麼呢 夠正氣… 因為黃蓉很精靈的, 我覺得他 有很多詭計 是 我覺得自己的性格上有點像他 但黃蓉的老公, 郭靖很直不甩 而且… 我又喜歡這種男人 很老實 是木頭 我就是喜歡這種男人 沒有情趣 其實我的先生比較木直 是嗎 是嗎?不會去煮的 不會的 還是煮了你才不知道 不會, 會不會的… 但你… 我有很多詭計 你有很多詭計 那你喜歡煮兩道菜嗎 我先生又不太喜歡我們在家煮食 他喜歡在街上吃 黃蓉就不要做後面的 即是後期的 後期那個就變得很細顧 成夫心 成夫心 不過人到了一個年紀見慣 那麼多事情應該會想得多一點 所以我希望你青春常住 永遠做年輕的黃蓉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今晚又請了黎小田回來 是 你唱過一些武俠劇的主題曲 今晚給王興平你自己點一首 你心頭所好, 黎小田作曲的 是 武俠劇主題曲是哪一首 黎先生曾經作過一首歌給我唱 就是亞視…以前有一個電視劇 叫做《我和薑絲有一個約會》 第一輯? 第一輯 哇, 這個沒甚麼意思 薑絲嗎?薑絲也是魔 那麼魔? 很多人害怕 這個就是亞視開台以來 直至今天最好的劇集 是 收視也很高 收視也高, 短題曲也好聽 是 最好這個了, 黎小田不生傑作 小寶神功暫且放下 不如請Linda你和我們唱一首 好, 寵依姐, 老女是誰 好, 寵依姐 收視也長 寵依姐, 寵依俠 �絲 詞 小小的飞过夜晚 狠狠的冲进梦里 半夜醒过梦睡 迷幻中飞醉浮沉 是你像开手抱紧我熟睡 笑我像喝醉 劝我别再去 梦若梦散风吹 莫在腐椎 夜夜夜夜 穿双眼神而破碎 卑鄙齐齐骂你 愿你一醉再醉 风冷雨冷 心着热泪 任千杯苦茶 替你宿醉 你还患难原生死也敢去笑对 夜路漫漫世不悔 若火里也去 夫你问你 既是梦幻 圆尽似灰飞烟 天仙那若回味睡 梦里思睡 天仙那若梦散风吹 天仙那若梦散风吹 我再苦醉 我再苦醉 夜夜夜夜夜 梦穿双眼神而破碎 卑鄙齐齐骂你 愿你一醉再醉 风冷雨冷 心着热泪 任千杯苦茶 替你宿醉 你还患难原生死也敢去笑对 夜路漫漫世不悔 若火里也去 夫你问你 既是梦幻 圆尽似灰飞烟烟 天仙那若梦未睡 梦里思睡 太好了… 謝謝… 天作之合心 謝謝… 謝謝Michael 謝謝… 謝謝… 好, 黃兄弟, 你想不想 黎小田演唱會就快了吧 是呀 一定想 Michael, 你是全香港第一位楊哥 對, 人家說 黑白片的時候 黑白片的時候 我第一代的楊哥 就是藍熊當小熊女 第二集大了 就是阿姐當楊哥 跳得這麼快? 很快, 跳得很快 我們今天就收拾舞了 對… 好, 下次再見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我們回來繼續 中國人社會 沒有劍的那種靈氣 沒錯 但有劍的那種淚氣 你明明喝酒就喝酒 為何叫劈酒 我也不明白 如果這樣說 現在香港的教育 是否欠了這個劍 絕對是 如果對本節目有任何意見 歡迎登入押士網站 www.hkatv.com 接下來是播影 波頓歐幸福特約 就當年今天之後是夜間新聞